男人为什么都喜欢喝酒呢 因为女人累了 有男人陪伴 男人累了 只有酒来陪伴 酒瓶在手 天下我有 净出去的是面子 干了的是态度 男人18岁喝酒 是为了显摆自己 28岁喝酒 是为了寻找爱情 38岁喝酒 是为了家庭 事业 所以男人喝酒 是为了迎合社会 不喝 会寂寞的流泪 其实 男人到了一定岁数后 烟喝酒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了 而是一种精神寄托 这时候的男人呢 真不见得有多喜欢烟酒 而是他们感觉呀 只有喝了这杯酒 他才能睡得着觉 只有抽完这根烟 他才有力气去扛生活的苦 与酒成有 与酒严苦中 与酒到人生 高兴时痛饮 忧愁时毒拙 痛苦时猛贯 男人的情怀 全装在酒杯里 总之 男人喜欢喝酒呀 就是因为 端起的是生活 喝下的是人生 尝到的是艰辛 释放的呀 是压力